董事长 你曾经不断地强调 中国的言论是完全管制的 你没有一个中国等于说 不允许的言论可以在网路上存活 可是刚刚讲的 现在连日经亚洲网路都讲 你现在想要降温 你要降温武统的温 降温武统的温以后 现在刚刚讲这个帖子就到处跑了 如果开始解放台湾 我国可能面临四面作战 然后不是一个帖子 好几个开始转载 转载完了以后甚至讲说 如果你是武统台湾绝对不是上策 这一些人鼓动鼓造武统台湾 不是傻子就是别有用心 这种帖子怎么可能在中国出现 中国武统台湾 不是它一个不能放弃的底线吗 因为在中国的这个网路事件里面 它本身就非常复杂 它分的有左右两派 而且像这种左派的乌友之乡 他们是非常激进人的 那因为这批人也经常跟最高当局合作 所以他们的这个两个角色 有的时候是调不过来的 所以当你看到这种帖子出来的时候 表示他要先扣他们帽子 因为你要给我搞这一套之前 我先告诉你说你要害国家 你就是傻子跟别有用心 对 他先扣你帽子 就别有傻子无所谓 别有用心 别有用心才是重要 这四个字才是关键 就抓起来 你看到这种帖子出来的时候 就告诉你说他的风向在转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人在带风向 那现在问题很简单 怎么会有这种风向出来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表示内部有一股 隐隐作祟的力量在这边躁动 那这种躁动就因为很简单 原来火是谁烧的 政府烧的 习近平自己烧的 对啊你搞了一堆战狼算怎么办 战狼 只有两三周两三个礼拜又有一个新的事件出生 因为他每天都有事件发生 而他又很矛盾的就是说这个国家在困难的时候 他需要有民族主义 他需要有爱国主义 对 那爱国主义就是最极致是什么东西 就武统台湾嘛 就打仗嘛 就爱国打仗 你看现在普丁民族还高得很啊 那普丁哪里 普丁很多爱国者拥护他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你操作到什么样情况 你拿捏到什么程度 就没有标准 随时会过头 好 那另外你陈姻填道士 韩国倒向美日阵营 你说那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这绝对会影响到了中国 这绝对会影响到了北韩 果不其然是 之前中国在南海非常的嚣张 结果你现在看到菲律宾 菲律宾居然敢跟你叫嚣 菲律宾敢跟你叫正 菲律宾敢跟你直接对抗 而这个时刻反而是中国缩了 你就代表 现在的整个东亚的情势 南亚的情势 美国介入的一个程度 还有包括韩国倒向了这个美日 都已经在整个催化当中了 这整个就是现在亚洲北约化 而且北约有实质上的 要跟亚洲亚太的这些 主要国家联手 这就是事实了 那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是什么 他不是说现在突然间 菲律宾勇敢起来了 现在反而是北京当局 现在最担心他的力道 如果用得不对的话 会把菲律宾再往美国的方面 再推到更激进的一步 因为菲律宾本身并不是一个 非常稳定的国家 如果要欺负他 他就往美国那边靠了 所以他这个拿捏这个 轻重的这个选项 在北京当局非常小心处理 所以现在目前的情况 我敢讲简单一点 他不愿意刺激菲律宾 是他最高的指导原则 你看看美军怎么讲 美军的相关的将领 都不断地公开放话 奥斯汀放话 只要有事情 我们就来保护菲律宾 就介入了 这个就存心要搞 存心要搞他 存心要打了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北京会非常节制 他不愿意把菲律宾推向美国 董事长 你说你在康宁医院服务过 这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这个事情很单纯 我们只要把先进国家立法的法案 拿来看就好了 这不是台湾不是第一个 搞这个东西 现在是卫福部提的法案 对不对 你看美国怎么提的 日本怎么提的 在先进国 欧洲怎么提的 拿这个版本一笔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这怎么好吵的 我们自己关起门来 自己在里面打孩子 这太奇怪的一个事情了 所以先进国家的立法 一定有它的道理 因为每个国家 它的发展的科学的程度 会不一样 这个东西 我很简单 我们听了很多很多 我们台湾有几个大的医学中心 医学中心的 有没有做这个东西 因为医学中心 大部分不愿意跑得那么快 因为这个有所谓的 这个医疗的责任 跟医学的伦理的问题 所以它不成熟的事情 不愿意做 怎么会变成民进党的立委 在搞这个玩意 很简单 就是钞票 就是金钱利益的介入 才有这个现象 因为这些人怎么会懂 这除了那几个当医生以外的 没有一个人比我懂 因为我经营过医院 我讲简单一点 这叫什么 有一种病人 是在台湾的市场上 在全世界的国家市场上 都很特殊的病人 叫什么病人你知道吗 叫做癌末病人 癌末病人什么现象你知道吗 有一种有钱的癌末病人 就变死马当活马医 就会变成他寻求的 他花很多钱 找什么你知道吧 找希望 他为了希望花的上千万上亿万 就很多这种人 所以他们就用这种 所谓的在身医疗细胞医学的方式 去骗这种人的钱 你有听过 还有人用吃自己的尿的 可以治疗的吗 因为他有paper他也出来 所以很多的怪异的手法一大堆 那我现在都不要去谈实质上的条文 跟实质上医学的技术的问题都不要谈 我只讲很简单 这个本来先进科技的这个立法 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但是请你自己衡量你自己本身国家的 我们这种科技条件 到底走到哪里 你有几斤几两才能谈这种事情 然后最重要很简单 只是说揪出后面到底谁在操作 是哪一些的 哪一些的不孝的一些的所谓的生医的商人 在操作这个事情 这个绝对不是主流医学 这一定是一些非主流的学派 在搞这种事情 在哈萨克内乱的时候 你讲到一个关键就是 中国在哈萨克投资了非常多 哈萨克是中国一带一路 非常重要的一个转运战 可是当哈萨克发生内乱的时候 中国完全无能为力 就代表什么 你作为一个国际的大国 有钱不是最重要的 你要有远程投射兵力的能力 你要有国际仲裁师务的一个能力 就像刚刚讲的 中国现在在非洲 你刚刚讲 已经投入了很多的资源 你虽然有这么多的矿产 可是如果你不像俄罗斯 你有瓦格纳军团 你有在这个地方有自己的武力 你有自己的部队 你碰到事情的时候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首先你要了解说 中国跟非洲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从毛泽东建国时 建立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 他就主张 要在第三世界 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 所以其实在非洲的 外交的争夺战上面 中国战得非常强势 而且非常长期的掌控能力 那你应该有影响力 怎么会在那边死了九个人 但是非洲这个区域 为什么世界银行 为什么美国 这些所谓的先进国家 比较秩序的国家 都不愿意进去 因为它这个地方本身 政治不稳定 那政治不稳定里面的常态就是什么 就是军人主政 对 就是军阀主政 那这个军人跟军阀主政 他有的时候他的换 他的这个换界的情况非常频繁 他的权力跟跌非常频繁 尤其有些是属于这种 现在目前看到很多矿产 矿产在什么地方 矿产都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 从山俊岭之间 就有很多军队 很多山头把持 那山头把持这些矿产之后 没有人愿意去那边开产 但中国人愿意去 中国人没有 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干 有钱都可以 他就他在中国的国营事业 就委托了他当地的 中国本身的一些的民营企业 就跑进去干了 那干了就要被杀正常啊 这个一定会被杀的嘛 杀你看他 中国保护不了吗 你有看他有企图保护吗 没有 完全没有嘛 他知道 因为那个地方的山头 可能根本就是 他造不住的山头嘛 他也没有叫你去那边挖 但你挖出来 他要跟你分是另外一回事啊 因为非洲本个 他可能隔一个山 就是另外一个国家 隔一个山就是另外一个派系 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嘛 所以世界银行 就是说你这个国家 在没有这个中央政府 在稳定以前 世界银行不愿意去做 任何的帮忙 就乱帮不拘 为帮不弱 对 你这个太乱了 那这个地方长期 长期是由这个 这个中国共产党去帮忙 那你要知道 中共去帮忙 在当时毛泽东时代 它有两个目的 它不是去帮助建立秩序 它有些也帮助你造反 它也帮反对派给你搞死 它就建立共产党的势力 对 毛主义是在这边 所以在共产党也会变成当地的货源 可是它不是维和部队都去了吗 这个去有什么屁用 它能打吗 不能打 不会打的 你看你有听过说他们有真正去维和 有做过什么事情吗 没有 没有的啦 没有 而且这些发生事情的矿场 这些发生事情的人员的灾难 大部分都是在那种崇山峻里之中 对 根本就是它中央政府 非洲中央政府的能力 所未有未歹的地方 更何况说你中共部队 怎么可能去干这个事情 所以它这种东西 它就是睁一只眼睁一只眼 把它搅和过去算 对 但整个以非洲来讲的话 中国的投资跟中国的经营 对 还是在被整个大非洲概念里面 还是最实力最强的国家 好 那刚刚讲的 瓦格纳居然一直讲说 我现在要回到了非洲 在瓦格纳现在 也想要跟中国去抢这些地盘吗 而且碰到了瓦格纳 连胡锡进都讲 没有 他们不是被瓦格纳杀着 好像他们也非常的忌惮 瓦格纳也是一样的概念嘛 瓦格纳它是有武力嘛 它的目的是干什么 因为它如果按照现在的 俄罗斯的情况来打的话 瓦格纳情况也不是很好嘛 因为你背后一定要有个大老板 要愿意提供你经费 提供你的弹药 提供你支援 你要真木兵等等 那瓦格纳他总不可能 跑到美国去打仗嘛 他只能找这种 非洲比较软的地方吃 可是软的地方吃 吃得过对方吗 因为不见得耶 那些地方那个穷山俊宁 那个是非常 穷山恶水出刁民 他光是可能 登革人就把你搞死了 你瓦格纳部队有个屁用 对不对 所以讲讲而已啦 他也是在找地方 找那种可以寄生的地方去打猎人嘛 也根本也是盗北集团 我们在讲到现在中国有个奇怪的事情是 到处跑 你跑去日本 你跑去东南亚 你跑去了这个意大利 你跑去了美国 现在你讲 你现在听到一个故事太好笑是 他跑去法国 他怎么跑去法国 他原来偷偷地去跟着日本的团 然后呢用日本团的名义进到了法国 你说法国已经警觉到了 法国现在在机场 到处有人在抓中国人 对啊 我觉得最近开始你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中国比较穷了嘛 所以很多中国人现在到海外 然后跳机 前两天不是发生的 意大利 四百个人跳机 四百个人 等于是将近二十个旅行团 突然间通通跳机 一到机场就把护照丢掉了 就跳机了 就找不到身份了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 因为他进到意大利 然后进到意大利之后 他可以去哪里 可以去深耕的任何一个国家 然后这些人大部分都是 都是这个 大部分都是因为在地有接应嘛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长期以来的话 要如何从中国进到这个 欧洲 欧洲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逃跑路线 对 所以不止到美国 对对对 也有到欧洲 他们称之为 他们碰到没有问你 你是怎么来的 还有陆海空三军 陆海空 空军你就坐飞机来的 最高级花了钱 那花了钱 我等一下讲空军 那你海军就坐货柜来的 货柜船来的 货柜船 对 然后陆军呢 陆军就坐火车 然后一点点点 然后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 这样走路过来的 陆海空三军 有不同的走法 走到欧洲 对 他们有专门的这个 他一套 像最近的走线团 现在到了美国去 走两个月嘛 走路走两个月 所以美国只是 其中的一条线 美国是 当然我们现在讲欧洲这个故事 他们怎么搞法呢 所以我最近在网上看到 非常有趣 他就是说 他给了钱了 给了舌头了 对不对 他一票人 然后从阿尔及利亚 因为阿尔及利亚是属于 非洲的国家 那边的机场的管理 比较松散 去阿尔及利亚 所以你在上飞机的时候 阿尔及利亚原来是法蜀 对 所以阿尔及利亚的人 到法国进关这一关 是很容易的 他到Landing 机场要到机场 所以他从阿尔及利亚上飞机 随便检查就上去了 他们就拿了护照 就从阿尔及利亚上去了 上去了之后 就在法国的机场 比如巴黎机场 坐在那边等 等什么呢 等下一班的 日本观光客到达时间 因为他们等到日本观光客 来了以后 因为欧洲 你去过欧洲你知道了 他一般来讲的话 他很尊重 人权尊重 看到你的护照看一下 这pass就过去了 没什么问题 偶尔会有个大数据 抽个两三的人看一看 因为这些中国人 就躲在法国团后面 日本团后面 法国人绝对 绝对 没问题 日本人 就过了 就进去了 中国人就跟到后面进去了 进去就逃掉了 那有人在里面接应 就偷了很多日本人的护照 日本人看起来一样嘛 就后来越搞越多 越搞越多 法国人说 奇怪 怎么那么多这种卡 就觉得这个问题 已经很严重了 知道吧 所以法国的海关 就找了一批 会讲日本话的官员 然后专门在干嘛 在机场去检视这些 这些东方人 貌似日本的东方 貌似日本人 他就分不出来 现在开始有很多特征 做成manual 你就找到什么特征 就发现很容易找到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在机场 讲话大声 然后电话拿起来 就打回家 然后翘脚 所以从这样子之后 从机场把它扑灭掉 最近这个现象 稍微得到控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